今天我们来画一只三角龙 我们先来画三角龙的眼睛 三角龙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头 然后我们眼睛正好位于头的中心 我们就可以先来画眼睛来定位 画好了眼睛之后 我们先来画三角龙眼睛上方的 两根一米长的长角 三角龙顾名思义 它的头上是有三只角 其中两个位于它的眼睛上方 然后我们再向前画它的鼻子 在鼻子前边也有一只短角 接着我们画它的嘴 像大多数的角龙一样 三角龙的嘴是像鹦鹉一样 钩状 然后在它的嘴的上面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鼻孔的空洞 我们可以把鼻孔的开口画在靠近嘴的位置 接着我们来画它的下额 然后我们来画它的颧骨 在它颧骨的末端也有一个小小的角状物 但不是很锋利 然后这个颧骨向上 我们画它的头顿 在这个颧骨跟头顿之间有一个缺口 这里是它的耳朵 然后在三角龙平时的时候 它的眼睛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靴口 看到它身体后面的位置 我们接着来画它的头顿 它头顿的周围 有一圈不是很锋利的 这种拨纹状的小刺 这个头顿是稍微向前卷起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头顿给它完成了 接着我们画它的粗状的脖子 然后向上隆起的后背 然后我们来画它的四肢 三角龙的前肢 在走路的时候是略微的弯曲的 然后它的四肢非常的粗壮 前肢上有五个指头 其中四个是用来承重的 另外一个只是已经退化 只是搭在旁边 我们来画它另一条胳膊 这条胳膊我们画得 让它稍微的抬起地面 然后我们再来画它的粗壮的后腿 后肢上也有四个指头 它的后边四个指头 也是其中三个是踩在地面上 另外一个相当于大脚趾的位置 就是搭在旁边 然后接下来我们画它的尾巴 三角龙的尾巴相对它巨大的身体来说是 看起来比较短小 接着我们可以简单刻画一些它的皮肤 在它的身体的两侧 拥有非常非常巨大的鳞片 尽管三角龙浑身的鳞片已经非常巨大了 但是在这些大的鳞片之中 有更大的甲片状的鳞片 我们可以把这些甲片状的鳞片 我们可以把这些甲片状的鳞片 给它表现一下 然后在身体后部 这些甲片状的鳞片中间 长有一些像尖刺一样的羽毛 然后这样三角龙在后背和尾巴的这个部分 拥有像豪猪一样的羽毛状的武器 接着我们可以画一下三角龙的腹部 在三角龙腹部上 我们发现它拥有像鳞鱼一样的方格状的带状鳞片 我们可以把这些特征给它简单表现一下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它的一些细节 这样一支三角龙 我们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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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